老婆我回来了 老公你回来了 你买蛋糕了呀 幸好你买了 你说我差点无事 那当然了 我怎么能忘记你今天 你说妈也是 佳佳来吃饭 也不提前告诉我 行了 我去做饭了 佳佳又来 哎 嫂子 把这红烧肉再回锅炖一下 我喜欢吃辣的 行 我现在给你加点辣椒 佳佳 你过个生日跑我家来 合适吗 干嘛 是妈说嫂子在家挺闲的 叫大家一块来聚一聚 好 大家放好了 哎 嫂子 再去给我拿瓶饮料 行 你等一下啊 妈 佳佳过生日这个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不就是做几个菜吗 还能缺胳膊少腿啊 你女儿过生日 让你儿媳妇忙前忙后的 合适吗 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平时就是太惯着她了 小事顺着她 大事 房 车 都写她的名 钱都在她那 你家到底谁说了算呀 佳佳 经常喝饮料 对身体不好 嫂子给你冲一杯 进去白纤果茶 你尝尝 啊 对了 嫂子 我过生日 你送我什么呀 这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准备 嫂子 我看你那梳妆台上 那个金手镯挺不错的 正好是我想要的款式 送给我吧 嗯 行 你等我一下啊 燕子 那个桌子上啊 还有两盒那个金居百香果茶 一块拿过来 给佳佳拿走 好的妈 佳佳 这个金居百香果茶 你起来喝 就送给你了 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就别拿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小姑子 连和婆婆 欺负儿媳妇的吧 妈 你只知道 佳佳是你的女儿 可燕子呢 也是我岳父岳母的女儿 你知道 今天是佳佳的生日 但是你忘了 今天也是燕子的生日了 佳佳 我不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药 跑来我家撒野 虽然我是你哥 妈 我是你儿子 但是 我也是燕子的老公啊 老婆 今天 我陪你出去过这个生 走 老公 你刚刚在楼上 是不是说太重了 你看把他俩都吓着了 这个在生活中啊 我对你什么态度 他们就应该对你什么态度 岁月是一场有趣无畏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情 刚才那段饭钱呀 一共二百五 我已经付了 你转往一百二十五就行 来 扫一下 走 老板 拿两瓶水 好嘞 这个水咱们就不愿意了 大叔我请你啊 行 多少钱 总共三十八 转过去了啊 来 老板 结账 这个是刚才你选的 你去来结账啊 转过去了 来 再来 手里拿了什么呀 等一下呀 咱们去看电影 我专门买了两条鸭翅 来 你尝尝 好 好 对了 你电影票买了没有 买了呀 就买一张啊 你不会没买电影票吧 我 你没买电影票看什么电影呀 赶紧去买呀 我不去了 你不去啊 我自己去了啊 等一下 四块九毛五 转给我 等会 假装我老公 我又不骗醒你啊 你少废话 如果你要是不同意 我就把你丢到天上 坐飞机 哟 这不是老笑花吗 几年不见 脱单啊 是的 这也就是你男朋友啊 那 穿的还挺低调嘛 穿了个荷兰之家 哎 你在哪儿 逃这么老的男朋友呀 老的快包姜了 哈哈 哎 对了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工作的 不是 啊 他呀 是自己做生意的 做生意 现在摆个地摊都叫做生意 对了 我男朋友 卓氏集团的总监 哎 说错了啊 是创意总监 你确定了 是卓氏集团的总监 当然确定了 老笑花 没事带男朋友 多来城里转转 不要老在乡下当土鳖 卓氏集团都不知道 哈哈 你 哎 姐 等会我姐来了 谁都别乱说话啊 哎 大姐 你怎么在这 早早 这个呀 是咱们公司的新品 金居柠檬百香果茶 需要你尝一下 可以订个价 哎呀 老笑花 没想到你男朋友 还是董事长 你们有空 常联系啊 算了 帅哥 加个联系方式呗 加个联系方式呗 像你 这么现实的人 你不配 老婆 咱们回家 哎 哇 宝石节亲爱的 亲爱的 嫁给我 哈哈 亲爱的 原来你开的是宝石节啊 你怎么不早说呢 什么宝石节啊 这个才是我的车 快过来 来亲爱的 这才是我的车 来 快坐后备箱 我带你去吃麻辣烫 这什么破车呀 我当初以为 你一直都是开豪车呢 你要开这车 谁愿意搭理你啊 拿你的花 赶紧滚 哎 嘉嘉 你上有点过分了吧 过分 就我这身材 这长相 我能看上你 那是你的福气 嘉嘉 我没想到你是这样的人 我们分手吧 你看这男人 翻脸比翻书都还快呢 这上一秒 还求着让我嫁给他 这下一秒 就要跟我说分手 这么多年 你有爱过我吗 难道我们感情是假的 你要是在这 喊一万遍 我爱你呀 再给我买一辆 一摸一辆的车 我嘛 还可以考虑一下 嫁给你 够了 你这样侮辱我有意思吗 哼 我懒得跟你废话 我这后面 排着十几二十几个 富二代跟我领证呢 姐妹 我们走 天天 你愿意嫁给我吗 我愿意 欧总 原来你在这呀 对了 这是你花十万块钱 买的马沙拉蒂 还有 现在高温都五十多度了 在咱公司的新品 京剧北韩果茶 你尝尝 嗯 酸酸甜甜的 亲爱的 原来你看的是马沙拉蒂啊 我的货口本都带来了 走 我们现在去领证去买 本来我是想给你的惊喜 看来我高估了你的福气 我无福消瘦了 亲爱的 走 我们回家 把我公子卡给我 为什么 还为什么 谁家大老爷们一个月三十块钱 一天才一块钱呢 不给 她的工资卡你给她 妈 让你给她你就给她 快来 男人有钱就变坏了 听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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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饭后一杯茶 茶来了 骗妈 骗妈 给钱呢 给什么钱啊 吃饭的钱都没算呢 以前呢 我是给我儿媳妇算 现在你有钱了 给你算呗 叔叔算 三块两块 咱就先算这个金桔柠檬百样果茶 这一个就给你算 一百块钱一杯吧 还有 这个扇贝 你吃了三个 我按说是三百 给你算二百五 二百五 我都能买头猪了 我 还有呢 这个鸭翅 给你算 二百 算二百 一共是六百八 给钱吧 他怎么不给钱呢 玩儿媳妇 他包月 包月 怎么包月 那我也包月 你呀包不成了 这个月都满了 我这卡还没绑到手机里呢 怎么转呢 那就绑呗 快点 快点 行 帮你 好 拿凉快 去拿凉快吧 我干洗衣服了 你们有衣服洗吗 妈 我不洗 有我的妈妈 有啊 来 把我的给我 不用我洗了 我自己衣服 我自己洗 用洗衣液吧 一件 五十 两件一百 我清水洗行了吗 洗衣机呢 一次一百 我手洗 手洗呀 那你交水费吧 水费呢 一件一百 两件二百 行 等我转给你 给我玩这一套 总得用水吧 有本事干洗去啊 儿子洗饭 咱们晚上吃什么 妈 我吃什么都行 随便 儿子你点 我不点 不行 咱再吃扇贝 吃什么扇贝 多贵了 算了 我卡给你了 我再走 我卡了 来 卡给你 干什么呀 不要不要不要 我要你卡干嘛呀 不要 给你 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妈 他还没结绑呢 哎 又你什么事啊 快点结绑 媳妇 给你 以后啊 他要再要卡 你还给他 我每天在外 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干嘛了 不就是带带孩子 做做饭吗 矫情 我 一天到晚的白吃白喝 什么都不干 还跟我儿子叽叽歪歪的 动手都好了 赶紧走走走走 妈 我走走走 我该 妈 那我去哪呀 别啰嗦 赶紧走 妈都安排好了 你不是喜欢吃火锅吗 咱先去吃火锅 然后再泡酒 直接开房间 明天一大早啊 就去旅游 你看 身份证 银行卡 都给你拿好了 充电器 衣服 都在行李包里 这会儿啊 咱玩不开心 不回家 还有 你看 金居板上 我差点给你拿来了 你先尝尝 好喝 妈 我最爱喝这个果茶了 是吧 走 先去吃火锅 嗯 对了妈 可是 孩子还在家呢 你傻呀 这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那是他儿子 他能不管呢 你就放心吧 孩子留在家里 有两个好处 什么好处呀 一个好处 他不能去玩了 他不是看孩子 第二个好处啊 就在家 折磨他去吧 让他体会体会 做个一个家庭主妇 是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轻松快乐 走 走 你呀 现在的关机 妈 为什么关机啊 听我的 让你关一关 两天之后再开机 我教教你 以后啊 怎么治他 嗯 好 哇 我说媳妇 咱们家是不是招小偷了 又脏又乱 哎 妈 媳妇 这两天你们去哪了呀 这电话也打不通 我们去旅游去了 给你留个空间 让你享受一下单身的快乐生活 还有啊 你媳妇啊 找好工作了 明天就去上班了 不是 妈 燕子上班去了 这家里怎么办啊 他不去上班啊 你一个人辛辛苦苦的上班挣钱 那把你累坏了怎么办呢 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的 哦 对了 还有 以后啊 家务活一零一半 接送孩子一零一天 妈 我知道错了 哎 媳妇 那个 我工作卡给你 这家里的钱 以后归你管了 我现在就去打扫卫生啊 朋友打来电话 说他在等你 哎呦 哎呦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什么的 每次我跟燕子闹矛盾 你都帮着他 还给他出这些松鼓子 你还好意思说呀 我要是不这样做 燕子早跟你离婚了 正因为 我是你亲妈 每当你吵架的时候 我才护着他 这样 叫他感觉在这个家里 不孤独 不无助 有些婆婆呀 一到吵架的时候 就护着儿子 这样 直视他们离婚的催化剂 作为父母的 都想自己的孩子 家庭和睦 家和 才能万事兴奥 你也想念吗 喂 老公 喂 我下班了 嗯 你快来接我 行 我马上就到 亲爱的 今天左总这个项目 我一定给他拿一下 加油 相信你 哟 这不是你那初恋吗 亚洲 定位 好长时间不见 这么巧 当年 嫌弃我能力不够 跟我分手 现在 不还是挺个大肚子 出来上班呀 可真可怜 哎 我告诉你 我男朋友 刚刚容生了主管 以后有什么事 去跟嫂子我说啊 哎 话要说全啊 我可是卓氏集团 新上任的主管 恭喜你啊 终于当了主管了 哎 你什么意思呀 小心我男朋友一句话 把你给开了 别人我可不敢说 开出一个像你一样的小支援啊 就好比黏死一只小蚂蚁一样 简单 你 哈哈 哎 那不是卓总吗 哎 卓总 老婆 那你久等了 这个是我们公司的新品 金菊柠檬柏香果茶 您尝一下 给你嫁吧 好的 老婆 我们回家 哎 哎 哎 燕子 原来你是董事长啊 啊 那个 庄总 刚才呀 是我永远不识泰山呀 您别介意啊 都怪我 都怪我 还有 你看咱这个合同 什么什么钱呀 兄弟 先做人 后做事 合同的事情 以后再说吧 老婆 我们回家 哎 这 好 亲爱的 晚上去陪你啊 哎 老公啊 你怎么回来了 啊 我回来拿个文件 这又走 啊 正好这个东西太浅了 你帮我提楼上去 你以前一个人的时候 不是什么都能干吗 今天怎么这么狡情 哎 哎什么哎 没别的事 我先走了 老公 今天想吃什么呀 我今天去菜市场 专门买了新菜鱼和肉 要不 给你做活肉吧 嗯 行 你呀 不知道 现在市场上 青菜比肉都贵 我还了好半天 才还那么一点点 你看 我会过日子吧 哎呀 行了 你别烦了 行不行 没看见过接电话呢 今天到晚就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说得对 我儿子是干大事的人 他哪有时间在这听你说那些鸡毛蒜皮的事啊 烦死 今天晚上不回来了 哎 你干什么去啊 我干什么去要跟你汇报吗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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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喝个我 查你打我干什么 想喝啊 自己去买 大家都是成年人 想喝 自己不会去买啊 别一回到家 就给个大爷似的 往沙发上一躺 衣服洗没洗 饭又没有壮 工资不得脾气都涨不少 以后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要再喊我 行行行 我不喝了行吗 我自己去直播间拍 去啊 哎 等会 你打扮这么好看 干嘛去啊 我干什么 还向你汇报呀 我的事 你少管 啊 啊 对了 别我一出门 电话 一个接一个打 丢人 哎 我 怎么了 心里不舒服了 这才几天呢 你就受不了了 可燕子 天天过这样的日子 她是你的妻子 你看你的态度 是怎么对她的 夫妻之间 要相互尊重 公平 她对你 无微不知的照顾 那是对你的爱 她和你说这些 生活中的点点滴滴 也是对你的爱 你看你 不难不珍惜 还嫌得烦 你要知道 是她 用自己的青春 自己的梦想 自己的事业 为你撑起 整个家的重任 才换来你的成就 你好恨什么 妈 我知道错了 我这就把燕子 追过来 我的心事 出涌着日的花 在你的眼里 找到了家 等一下 当我老公 你谁呀 我又不认识你啊 你少废话 你如果要是不愿意 我把你丢到天上 喂鱼 嗨 哎呦 这不是老笑话吗 几年不见 脱单了呀 这就是你男朋友呀 穿的还挺低调的嘛 穿了一身荷兰之家 哦 燕子 你男朋友是做什么的呀 哦 我是 他呀 是自己创业的 创业 现在摆个地摊 就叫创业了 啊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我男朋友 卓氏集团的总监 说话要说全一点 是创业总监 你确定是卓氏集团的 创业总监 当然确定了 还能有假 怎么 你不会连卓氏集团都没有听说过吧 燕子 你没事 带你男朋友都去城里转转 不要总在乡下当土鳖 大姨妈 大姨妈 等会儿我大姨妈来了 谁都不许乱说话啊 你怎么在这 大姨妈 卓总 你在这呀 这是咱们公司新生产的金橘柠檬板烟果厂 我当时 验子 原来你男朋友是董事长啊 咱们都是老同学 以后常联系嘛 帅哥 留个联系方式呗 像你这么势利的人 你不配 老婆走 我们回家 老婆回来了 这位是 这是 这就是燕子的老公吧 这本人看起来 可比照片帅多了呀 哟 我们家来客人了 阿姨 你看起来好年轻 好漂亮啊 你和他看起来 好像姐妹俩啊 这孩子嘴真甜 不像燕子 看起来像五十多岁的一样 哎呀 别生气 我开玩笑的嘛 是啊 我们家燕子啊 在家里 整天操吃家务 他就是先老 不过看起来 你比他老多了 阿姨 好好 别生气 跟你开玩笑的 快坐吧 我去给你们倒茶去 来喝茶 谢谢阿姨 姨 你真是个好婆婆 连端茶倒水的小事 都替儿媳妇做了 没办法 谁让我儿媳妇 那么孝敬我呢 阿姨 这燕子呀 特别能花她老公的钱 就她现在喝这个 金鸡柠檬百姓碗茶 就是在单位 经常发给我们喝的那个 这个 是我儿媳妇 自己花钱 在下方小黄车上拍的 我才不信呢 就她那点工资 燕子 给佳佳介绍个对象呗 你看她天天闲的 对了佳佳 要不我给你介绍个对象吧 不用啦 追我的男人 从这里排到了法国 哪像你啊 这老公都是倒追来的吧 佳佳 你别以为经常换朋友 那是优秀 真正优秀的人呐 不管走到哪里 身边站的是同一个人 俗话说的好 破车才天天换轮胎 野花 才天天有人踩 阿姨 我跟燕子 可是闺蜜啊 哦 你现在知道是闺蜜了 那刚才恶于重伤 挑拨离间 你怎么不说呀 燕子 送客 我们家欢迎闺蜜 但 不收垃圾 妈 有客人来了 哦 谁呀 蓝姨 是我 点点呢 快里面坐 拿着呀 坐 点点 越长越好看了 阿姨 您也是啊 这么多年不见 您也是越来越年轻漂亮了 这不嘛 前两天啊 我刚换了一个新工作 你猜这家公司的老板是谁 谁呀 是你家儿子 欧阳哥哥 欧阳哥哥现在真是有出息 长得那么帅 而且还是大老板 您啊 可真会培养 以后您又等着想欧阳哥哥的轻浮吧 我想什么轻浮啊 跟着他操心还差不多 哎 欧阳哥哥现在结婚了吗 结婚了 刚才那个呀 帮你拿鞋的 就是他媳妇 蓝姨 你要是不说 我还以为是您家保姆呢 乡下的吧 哎 小妹 这是我买的干渗面 挺好吃的 来 你尝尝 有点倒杯水啊 您看您家欧阳哥哥 那么优秀 那么优秀 而且学历又高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 我呢 长相不错 身材也挺好 而且我还是研究生 你看我们俩能不能 你看你这孩子 越说越离谱了 咱们是那么多年的邻居了 以前欧阳打工的时候 你是走我们门口 也不会进来看一眼的人 今天怎么了 见他当老板了 下来攀亲了 我再重申一次 欧阳已经结婚了 你就是再优秀 也与我们没关系 我是不会同意 让一个捧高踩低 缺烟服饰的人 做我儿媳妇的 你要是没事了 先回吧 妈 再怎么说 拍色单邻居 你这样说 不好吧 有什么不好的 什么邻居不邻居的 只要不把你看在眼里 谁都不好使 以前咱们穷的时候 亲戚朋友 都离咱们远远的 现在怎么了 蒋欧阳有出息了 当老板了 一个一个的 都贴上他 还说什么 我脱了我儿子的福 我是脱了我儿子的福吗 我自己心里清楚 他一天到晚都不着假 家里的吃喝拉撒 还不都是你在伺候着我呀 欧阳做的最对的一件事情 就是 娶了你 这个家呀 没有谁都行 就是不能没有你 我今天在这里啊 给你打个保票 这一辈子啊 我只认你了一个儿媳妇 妈 我每天在外这么辛苦的工作 你干嘛了 不就是带带孩子做做饭吗 矫情 我 一天到晚的白吃白喝 什么都不干 还跟我儿子叽叽歪歪的 动手都好了 赶紧走走走 走妈 我走走走走走 活该 妈 那我去哪儿啊 别啰嗦赶紧走 妈都安排好了 你不是喜欢吃火锅吗 咱先去吃火锅 然后再泡脚 直接开房间 明天一大早 明天一大早就去旅游 你看 身份证 银行卡都给你拿好了 充电器 衣服都在行李包里 这会儿咱们玩不开心 不回家 还有 你看 新银行卡都在行李包里 新银行卡都给你拿来了 你先尝尝 好喝吗 妈 我最爱喝这个果茶了 是吧 嗯 吃完 甜甜 走 先去吃火锅 嗯 对了妈 可是 孩子还在家呢 你傻呀 这孩子又不是你一个人的 那是他儿子 他能不管呢 你就放心吧 孩子留在家里 有两个好处 什么好处呀 一个好处 他不能去玩了 他不是看孩子 第二个好处啊 就在家 折磨他去吧 让他体会体会 做为一个家庭主妇 是不是他想象的那样 轻松快乐 走 走 你呀 现在都关机 妈 为什么关机啊 行 我们家是不是招小兔了 又脏又乱 哎 妈 媳妇 这两天你们去哪了呀 这电话也打不通 我没去旅游去了 给你留个空间 让你享受一下单身的快乐生活 还有啊 你媳妇啊 找好工作了 明天就去上班了 不是 妈 燕子上班去了 这家里怎么办啊 他不去上班啊 你一个人辛辛苦苦的上班挣钱 那把你累坏了怎么办呢 让他在家里白吃白喝的 哦 对了 还有 以后啊 家务活一零一半 接送孩子 一零一天 妈 我知道错了 哎 媳妇 那个 我工作卡给你 这家里的钱 以后归你管了 我现在就去打扫卫生啊 朋友打来电话 说他在等你 哎呦 这时候 妈 我到底是不是你亲什么的 每次我跟燕子闹矛盾 你都帮着他 还是给他出这些松鼓 你还好意思说呀 我要是不这样做 燕子早跟你离婚了 正因为我是你亲妈 每当你吵架的时候 我才护着他 这样 叫他感觉在这个家里 不孤独 住不住 有些婆婆呀 一到吵架的时候 就护着儿子 这样 直视他们离婚的催化剂 作为父母的 都想自己的孩子家庭和睦 家和 才能万事兴 你也想念吗 我真越想越生气 我们家的老太婆 还能烦人小姑子 喝几会来欺负我 我们家的无脑男人 也不知道向着我 我这日子没法过了 你说你 一个小姑娘家家的 怎么说话呢 我从小怎么教你的 我 小妹 别生气 来 喝点金鸡白银果茶 嫂子 我在婆家受了委屈 你给我喝这个呀 我回家也不让我 做点好吃好喝的 不是的小妹 你误会了 误会什么误会呀 妈 这钱你拿着啊 可别再偏捕别人了 这养儿子有什么用啊 你在婆家受了委屈 别把这种坏情绪 带到娘家来 妈 这可是我自己家 我说你亲闺女啊 你家 你把这里当成你家了吗 一回到家 就让这个家不得安宁啊 我跟我妈说话 你一个外人插什么嘴呀 我是一个外人 就我这个外人 每天提起早贪黑 伺候一家老小 你呢 你哪次回来 不是诉苦 就是觉得我欺负大妈 俗话说的好 多个大姑 多个婆 多个小姑 多条屎 你别以为 给咱妈几百块钱 给家几道菜 就孝顺大妈 你如果真的孝顺大妈 你又把大妈接回去 四五几天 带她逛逛间 买买衣服 你能做到吗 你 你什么你 如果你做不到 你就不要再胡说八道 你如果像你嫂子这样 好好地对待公婆 也不至于现在 弄那么多的矛盾 遇到问题 要从自己身上 多找原因 想办法 把自己的日子过好 至于我们家的日子 怎么过 你就别管了 还不赶快 滚女泡下去 去啊 晚风中 上 光 几尘从前 那 飞驰中 怎么了 老公 亲爱的 我碰见你老熟人 我过去跟他说两句话 你先上车等我 好 老婆 老婆 欧阳 怎么是你啊 我就刚好路过 过来看看你 你最近过得怎么样 我挺好的 你呢 我也挺好的 对了 我这有钱钱 你拿着 这个钱 我不能要 给你 你拿着 老公 他是谁啊 你干嘛呢 他是我前任 前任 这卡里有五十万 你拿着 老公 你回家 等一下 这个钱 这个卡 你们拿着 我不需要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不用你们可怜 董事长 给 这是你八十万 买的大杯 车钥匙拿的 好 还有 咱们公司 新生产的 金菌柠檬百香果茶 你尝一下 订个价吧 嗯 当年 你离开我和孩子 我不怪你 祝你一信 我曾经把完整的镜子打碎 夜晚的枕头都是眼泪 我曾想让过去重来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预演过千次百次的春风 我预演过千次百次的春风 喂 李总 什么出差 现在就去啊 去北京 行行行 好的 那我现在就走 海 cualquier 你 你 我想 呦 咱 wear 没有 我 在这个 我 你 你 拜拜 衣服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我走了 老婆 我回来了 老公 你回来了 你买蛋糕了呀 幸好你买了 你说我差点无事 那当然了 我怎么能忘记你今天 你说妈也是 家家来吃饭 也不提前告诉我 行了 我去做饭了 家家又来 哎 嫂子 把这红烧肉再回锅炖一下 我喜欢吃辣的 行 我现在给你加点辣椒 家家 你过个生日 跑我家来合适吗 干嘛 是妈说嫂子在家挺咸的 叫大家一块来聚聚 好 大家放好了 哎 嫂子 再去给我拿瓶饮料 行 你等一下啊 妈 家家过生日这个事 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一下 不就是做几个菜吗 还能缺胳膊少腿啊 哎呦 你女儿过生日 让你儿媳妇忙前忙后的 合适吗 我妈说的一点都没错 平时就是太惯着她了 小事顺着她 大事 房 车都写她的名 钱都在她那儿 你家到底谁说了算呀 家家 经常喝饮料 对身体不好 嫂子给你冲了一杯 请你白纤果茶 你尝尝 啊 对了 嫂子 我过生日 你送我什么呀 这也太突然了 我还没有准备 嫂子 我看你那梳妆台上 那个金手镯挺不错的 正好是我想要的款式 送给我吧 嗯 行 你等我一下啊 燕子 那个桌子上啊 还有两盒那个金居百香果茶 一块拿过来 给家家拿走 好的嘛 家家 这个金居百香果茶 你喜欢喝 就送给你了 不是你自己的东西 就别拿 现在都什么年代了 还有小姑子 联合婆婆欺负儿媳妇的吗 妈 你只知道 家家是你的女儿 可燕子呢 也是我遇了父岳母的女儿 你知道 今天是家家的生日 但是你忘了 今天也是燕子的生日了 家家 我不知道你今天吃了什么药 跑来我家撒野 虽然我是你哥 妈 我是你儿子 但是 我也是燕子的老公啊 哎 老婆 今天 我陪你出去过这个事 走 老公 你刚刚在楼上 是不是说太重了 你看把他俩都吓着了 这个在生活中啊 我对你什么态度 他们就应该对你什么态度 岁月是一场有趣无畏的旅行 好的坏的都是风情 你 你 你